国族在输给卡杂尔之后,即将迎来了又一个西亚的对手巴林,而对于32岁的老国角高林来说,这是一个特殊的比赛,他将迎来自几位国族征战的一百场比赛,可以真正的称得上国族一名公学老将了。 在前阀部会高林也主动谈到了这次百场里称杯,而他的言论却在网上也发了网优的疯狂嘲讽,令人感慨万分,高林作为恒大的前锋,一直是中国现金球员中进球效率最高的球员之一。 在2015赛季,他更是在中超出场,25次打进了13个进球,而在本赛季,他也已经有8个进球入掌。 可以说,高林在网州恒大的攻击能力,开始得到了印证,特别是他与外援的配合愈发默契,让他的助攻数也不断爬升,比赛季中超已经贡献4次助攻。 然而,在国家队中,高林的进球却并不太多,甚至被称为高飞机。 在中国对于卡塔尔的比赛中,高林就上发出战,而他在比赛中虽然多次积极回抢参与防守,但是在进攻端的表现却不敢恭威,始终没有A球队创造太好的机会,甚至一度浪费了无垒的尿传,被很多球迷戏称为中国队进攻终结者。 如今,在这场国足一百场里程碑比赛前,高林在法部会上骄傲的表示,自己能替一百场比赛非常激动,也十分自豪。 这样一番言论瞬间,引发了中国球迷的疯狂吐槽和嘲讽,再有球迷调侃高林的发言,非常激动能为国足昏白场,这也很快获得了网友的大量支持点赞。 很显然,球迷对于高林在国足的表现十分不满意,还有球迷更是表示高林击成这个样子,百场现场还是万场有啥用,一百场就能好好踢了是吗? 球迷对于高林的态度提出了质疑,而对于高林的一百场纪念,更是不抱希望。 甚至还有球迷直言,高林的养生足球,这样能踢到退休反票,不得不说,高林作为中国足球工区国脚遭遇如此批评,实在颇为坦见,高林也的确是要好好努力,在国足向球迷证明自己了,老球中超球平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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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